雖然我們家裡是一個很貧困的家庭 但是他們給我百分之百的愛 因為我爸爸是做體育局的 公務人員 然後媽媽以前也會去做一些打工的 在美髮店、指甲店 然後也會去做手工的梳子 媽媽也是業餘的歌手 然後每一天就是白天到晚上 都有不同的工作去應付 然後產生了很大的壓力 因為那個時候很流行標會 然後被倒什麼的 然後錢就啵就什麼都沒有 然後要不然就是我爸爸媽媽去做秀 然後做完秀之後呢 主辦單位不給錢了 一堆 然後就很多很多的壓力 累積成爸媽的壓力 我很佩服他們 因為他們不會把不舒服 或者是不開心的事情帶回家裡 在小時候爸爸跟媽媽 帶給我很多的歡樂 以及讓我感受到什麼是愛 然後還有不會讓我覺得孤獨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以前在學校不是有那種籤筆盒 有好幾段式的有沒有 一可能是大二然後東三 下面下跑出來四 我就跟媽媽說媽媽現在同學 好多人都有這個筋筆盒 我媽媽就講過一句話 家裡雖然苦 但媽媽會讓你有什麼就要有什麼 他們也會努力的把最好的東西留給我這樣 我就覺得那時候在同學的面前也不會覺得丟臉 然後我說下次可不可以來我們家玩什麼的 可是我們家很小嘛 然後我媽媽就說歡迎來啊 然後我說可以嗎 可是家裡很小耶 媽媽講的一句話就講說 我們都不偷不搶 我們都是吃自己賺來的米 所以同學來家裡就算覺得家裡很小 但是我們是幸福的啊 然後我就覺得 教了很多人生的觀念給我們 雖然我爸媽的學歷不高 但他們的社會精力很足夠 他為我做過很多的事情 比方說在以前我在低谷低潮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是看到很多的我的簽名照 可是那上面的簽名照的簽名不是我的啊 那我就覺得奇怪 羅爸爸一直在路上就說 這是我兒子啊多多支持喔 什麼這是我兒子多多支持 他洗了很多我的照片 然後簽了我的名字 然後這樣幫我做宣傳 雖然我那時候已經十七八歲了 可是看到爸爸會做這樣一個舉動 會覺得我好像不更努力不行耶 就是我不能讓他去丟臉 然後我應該要讓他覺得有一天是驕傲的 突然我拍了鬥魚二拍完沒多久 在泰國熱播收視率很好 本來我的個人第一場演唱會是在泰國 我跟我爸爸說 爸你可以看我個人第一場演唱會喔 哇真的假的 他突然間就哇信心大增你知道 那個意志力變得很堅強 可是過了不久 泰國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是政變 鬧得很大取消了 哇那一個取消之後 我爸爸瞬間身體狀況就砰 下降 然後沒多久他就走 就覺得很遺憾 因為我爸爸呢 他很愛面子 常常對我有問他說 你兒子怎麼出道這麼久 還沒有辦演唱會 我今天辦到了爸爸 我還留了一個位子給爸爸做 我當時曾經有很多的感觸就是 當你成功的那一刻的時候 你卻回頭替你一直在加油的那個人 卻已經不在了 可是你有做到你當初所許的那個承諾 我覺得那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我都會留一個位子給爸爸 就不管在哪 大廠小廠 然後我都會留一個位子給他 那有時候當然有些人不知道 就跑去坐了 我就傻眼 你坐我把他腿上 他應該也投胎了 如果還沒投胎的話 那爸你今天要洗 你拿來的時候嗎 有很多很好玩的趣事 在現在我都覺得記憶猶新啊 我跟爸爸去賣毛筆字 寫春聯 然後去表演 然後跟爸爸串通 說他要帶我去逛街 其他就打麻將 我很珍惜 以前跟爸爸相處的時間 我懂得去抓住那個時間 去跟家人相處 所以到現在 我比較不會有留下 跟爸爸的遺憾 這是我覺得我最 值得以前所做的事情 如果以前的陪伴很少 我可能會很遺憾 反而更後悔我做這行 對 因為誰知道我爸爸 會在我二十三歲 二十四歲離開 至少 我跟爸爸有很多的回憶 到現在是甜的 比方說我每一年都要去夏威夷一次 這是我覺得 在那邊可以聞到爸爸的味道 可以感受到爸爸的存在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存錢帶爸爸 全家人飛去夏威夷去玩的一個地方 就是那是我覺得很意義很深刻的 所以每次我走那條路的時候 就覺得爸爸在 爸爸在 因為沒有爸爸了 然後我又是獨子 所以我必須要去照顧到整個家 然後照顧到媽媽的心情 不要讓媽媽覺得她是孤獨的 以前是一天三通 然後到現在一天變兩通 因為我媽媽的作息跟我一樣 她也是愛玩睡覺 然後也是玩洗那種 所以我要早上飛 我不會跟她講 我怕吵到她 我晚上的時候 吃飯囉 我現在到哪裡了 到哪裡了 你在幹嘛 打麻將 那你去打就打 那晚上睡覺說晚安 就這兩通 如果我今天工作到很晚 我會提前先跟她說晚安 或者是有時候我累到忘記 我睡著了 她就打來 那你聊不開電話了 你媽媽在哪裡 對對對 你不開我媽媽睡不著 我說喔喔喔喔 抱歉抱歉我睡去了 如果今天沒有時間陪伴的時候 電話是最好的囉 你很常出國工作也會帶著媽媽 是是是 如果今天有旅遊 跟朋友一起出去旅遊 我都帶著媽媽去 我媽媽很簡單 她就是每天開心就好 不要惹她生氣 因為我覺得人 最幸福的 就是這一刻吧 開心 你現在要求的是什麼 你錢也帶不走 對啊 你擁有這些沒有用啊 孝順的定義 其實很難去解釋得很精密 你問我孝順嘛 我其實老實說要說孝順 我還不算及格喔 孝順這個東西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獨特的 或者是他自己覺得應該要這麼做的做法 沒有誰對誰錯 但就是一定要珍惜 因為家人哪一天不知道 其實我很滿遺憾的就是 在那個時候沒有現在的智能手機 所以我跟我爸爸的照片不多 珍惜 多陪伴 對 因為 未來 你必須要面對的就是 會有一天分離嘛 對不對 當那一天分離的時候 你要去想 未來的演唱會 會有兩個空位嘛 可是你不要留下遺憾 我有很多照片可以看 我有很多的影片 我都會剪 來剪影片 然後做一個回顧 PO在網路上面去做 我未來可以去翻閱的一個回憶 你不要把這回憶變苦的 你要把這回憶變甜的 這很重要 大概一定久了啦 把我手機給我 我出去吃飯 都跟媽媽合照啊 帶媽媽去新加坡吃螃蟹 都是都跟媽媽的 我媽媽在幹嘛我就拍 然後我把它剪成影片 未來有一天 你可以笑著去懷念 笑著去看以前過往的事情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年輕朋友們 記得 手機不要只拍美食 玩樂 閨蜜朋友 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在那裡 外面的世界 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幾乖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 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